是那种所谓看到存在主义 我就不想再看了 那个当时的情人 所以说实在 我当然听过卡尿 但我从来没有看过卡尿的书 那因为我一想到那是存在主义 我就不想看了 那可是为了这个 我其实这两个礼拜 我恶博了三个卡尿的书 如果可能的话 其实我应该可以再看第四名 我是买 我没买到第一的 我也没买到反抗者 那可是我刚看完 我光看完异乡能 我光看完异乡能 我就发觉说 我的结论好像没有错 刚刚徐老师说 于光中老师在 他们第一次翻异乡能的时候 下了一个复标历史死刑 对呀 我就是一直觉得异乡能 根本就是一个反死刑的书 可是我当然也去Google 我就没有看到任何一个 我能够找到的评论 说异乡能是反死刑的书 可是我看完的结论 他们明明就是一本反死刑的书 然后我就决定 我再去看瘟疫 那我看的是比较旧的瘟疫那一本书 我看了之后 我又觉得它也是一本反死刑的书 它明明就是一本反死刑的书 刚刚其实学老师都会提到卡米尔的方面 我等一下会提到说为什么 因为我在脸上就写说 我觉得卡米尔的所有的著作 就是我看到的 就是正式比较有名的几个著作里面 我发觉它都是为了铺陈这一本书 就今天这一本 石头他都来这本书 那我太太就笑了说 懂卡米尔的不要讲那种话 很丢脸 所以我在那个 抛本的上面 我就不敢这样子写 但是我 却刻意的我去拿出那个 请大家去 我就去寻觅这些书里面的一些情节跟一些内容 其实刚刚吴老师有提到一些 大家来想想看 卡米尔是不是为了要铺陈这个事情 这件我认为他最痛恨的事情 他最痛恨的死刑这个东西 卡米尔的中音思想是荒谬 那我其实一样 Google的时候我就发现说 原来卡米尔自己都不成了 他是存在主义者 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看 因为我其实我完全搞不懂什么叫存在主义 我不是那种所谓 混亲 好 可是我又发现 很多评论都说 荒谬就是存在主义的重要概念 那我就发现卡米尔的这几本书里面 确实就是提到 他的中音主义就是讲荒谬 讲 讲薛西弗斯就是一个荒谬人 他不断的把石头推上山 然后掉下来 但是他好像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那旁人看了就是觉得很荒谬 那更不要讲异乡人里面这个莫说 他 任何事情好像都跟他无关 他活在那个城市里面跟他无关 那个邻居跟他无关 什么时候跟他无关 然后他也莫名其妙了 在因为阳光实在太 不知道该说太美丽 还是太耀眼 然后他就杀了一个人 那听说莫说那个字是 阳光加大海合起来的 然后我看到有这样说 因为卡米尔的书里面 很喜欢描述阳光 阳光对他好像非常爱 但他好像又非常怕 然后他更喜欢大海 他每一个书 我看到的书里面 他都喜欢描写 大家去大海里面游泳的那个情景 那结果他莫名其妙的杀了人 然后经过一场莫名其妙的审判 我觉得他在安排那个一项人里面的审判的时候 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原来审判人最后判了一个死刑 那个审判的过程有多么荒谬 那其实我自己在当法官的过程中 每次在审理这样的案子的时候 我也常常觉得 其实审判的过程 我不否认 他确实是很荒谬 也就是说 我们到底怎么得到那个死刑的结论 其实你问我 或你问真的判死刑的法官 他能不能说出个道理来 有时候如果他这个愿意跟你讲真话 那些理由都是非常惊人 也非常荒谬的 而且我发现 我不知道这个没有人发现 不能讲没有人发现 我还没问异乡人这个人 其实如果我要翻翻翻 我觉得反正举问了个比较好 就是这个人其实没有名字 莫说只是他的姓 就是说 因为我看书里 他的妈妈叫莫索夫人 她叫莫索先生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时候好像还真是告诉你 他这个人他连名字都没有 这个其实只是他的姓 这是我自己看 这最近二福看到的 那他又提到一个荒谬的生跟死 那薛希和斯这个凡人 他的死跟他的生就真的是非常荒谬 他因为他去告密 跟宗师告密说 跟和神告密说 他要如左的那个女儿在哪边 然后于是找出来后就被众神处罚 就把他处死 处死了以后 他告诉他的太太说 你把我的势力丢到街上去 然后他太太真的就把他丢到街上去 朴实谎言这样 然后他就很生气就跟殷见的神说 他要回来 他回来惩罚他太太 就是他一回来 殷见的神让他回来 回来复生 就是活了以后 就是他 哈密尤一描述阳光 然后看到那个阳光 他非常高兴 他又不回去了 然后诸神 那个宗师决定又把他抓回来 抓回来就惩罚他 他开始推死了 大家知道一直推死了 他也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死跟生 那更不要讲那个 异乡人的主角 他那个审判 那个审判里面 他完全没有办法讲那个一句话 然后那个审判 却是在审判他的生死 结果他却一句话都插不上 律师叫他不要讲 每个人都叫他不要讲 他想讲 然后大家就不想听 那所以 结果最后 他说这件事情 明明只有是跟他有关 跟你们这些人都无关 结果是他被判死刑 然后而且是 竟然判了死刑 让人家根本没办法 不可思议 如果说那个要从法律观点的话 那个其实是一个正当防卫 当然 这个荒谬的结论 又很符合台湾 根本从来不会去判正当防卫 而且只要是杀人的 他大概就会得到有罪 从来不会去考虑 你用正当防卫 我想在场一定有法律 食物界根本就没有 几乎没有用过正当防卫 我用过一次就上报 上了那个社会版的头条 结果二审就被撤销 好 所以我说 他这是一个荒谬的死刑的宣判 更不要讲说卡米诺 在后面那个异乡的描述一个非常荒谬的执行 也就是那个刚刚吴老师提到 等待执行的那个恐惧跟那个荒谬 就他没有描述那个主角最后被处死 但是他在等待死刑的那个肩毛 而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他就提到了他的 那个主角的爸爸去看人家执行死刑 然后回来O2的那个过程中 然后我当然是先看了斯罗丹的舞台 我就很惊讶地说 对啊 这不就是斯罗丹的前面吗 好 抱歉 这个可能变得没有照这个讲 那《属一》这本书 其实我觉得就是 他先讲荒谬 然后最后再告诉大家 要去反抗那个荒谬 然后在《瘟疫》那本书里面 就刻意的安排了一个反死刑的一个片段 那那个片段其实吴老师已经有把它 印在今天的那个里面 就是塔如这个应该比较刺疑 一个愤亲一个刺疑的 比较第二主角他的一个告白 那个过程里面 我也会看到他后来有一些文剧跟片段 出现在斯罗丹的那里面 所以我才说这些都是反死刑的书嘛 然后他要大家去反 反抗的这本书里面 他提到说生是重要的 只有生是唯一必要的善 那为了让生荒谬 我们就必须要去存在这 就是一直强调那个生的重要相应 呃 异乡人 卡梅尔真的很帅 那 再来 下一页下一页 卡梅尔的中心思想 那我就觉得说 好 是荒谬跟反抗 而他要反抗的就是最大的荒谬 什么事情 他就去提出了这个 这个东西 所以我才说 如果卡梅尔的第一本书 就是先写思索断头态 而不是写异乡人的话 大家想看看 有没有人在那个年代 在那个冲刺暴力战争 都是死亡的年代 有没有人会去看 那个思索断头态的言論 一定不会理他 可是他用异乡人这个书去 让大家注意到 他的异乡人一出来说 是整个轰动法国 甚至非常 全世界都非常轰动的书 那 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从1942年写异乡人 到1957年 隔了15年后 他去写思索断头态 所以是因为卡梅尔 才会让法国人就开始思考 我们是不是应该 就是说 我是因为看到卡梅尔 我就看内容 如果不是你卡梅尔的话 或许那样的 今天是有办法来的这个内容 可能今天就算在台湾 讲这个东西 会真的会被人打 就是 等于是说 你支持自己 你就是残暴的人 这个 这个 就是因为卡梅尔讲 大家可能就不太敢 在说什么 那因为卡梅尔 我觉得这本书让法国人正视到自己当初处于那种暴力性的社会的正义的信仰 以及是把犯罪人做一个歧视的 他在那个鼠疫里面描述说他去看那个他的应该是检察官爸爸在那个审判的过程中 他一直注意到那个萎缩的可怜的那个瘦小的那个人 而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不知道 他后来发觉他叫他被告 就是说他把他给一个标签他叫被告 也就是是一个 是一个歧视的文化 在审判的过程中 他就已经是没有名字了 那个人 而那个人 就是我 我常常说是在我们法庭上 有时候 我们 是反应叫我们说 现在要称被告先生 对不对 或小姐 很多法官没有办法接受 不然就是植物起名甚至就直接叫被告 好像他没有一个名字 我们到监狱里面就已经胜编号了 在审判中还是叫被告 那真的是一种 那台湾的文化何尝不是当年法国那样 所以我一直在算那个时间 卡迷这本书出来的时候 隔了25年 法国才废的实行 我们来看看 今天 今年这本书出来 台湾25年后 可不可以废实行 我本来想说 捐分的书出来 他25年后会不会废实行 那捐分的书加卡迷的书 我一直觉得 捐分的 萨洛基兰加卡迷的 私所办法 这两本书 大家一起服用 就是说 这本书我觉得像 如果中药 我们讲有热补跟良补的话 我觉得这本书是热补 就是它是正面的跟你说 你这些自治之间是残忍的 捐分是娓娓道来的 跟你说故事 跟你说那些残忍的故事 或者是仁慈的故事 然后你掉进去 忽然发觉说 你好像不应该在自治之间 是一种良补 就温补 那良铁一起服用 希望台湾不要25年 早一点被掉事情 那谁来反看这个最大的荒谬 就是我们人民 这也是卡迷一直要去强调的相应 我先来证明 因为有人说要拿出证明 为什么这个书是凡死型的书 是啊 你看异乡人里面 他去描述那个荒谬的杀人的过程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明明开了第一枪 那个算真套防卫吧 可是后来那个人倒地以后 他又开了四枪 这个如果在台湾的审判里面 就算第一枪真的能够被认为正当防卫了 后面那四枪 但是后面那四枪可能是对尸体开枪 所以根本也不该在构成 就根本就应该无罪了 如果是在那一枪就该无罪 结果他得了有罪 不只有罪 他还是死刑 而且那个审判的过程 大家如果有去看的时候就知道 他根本就在审判他的道德嘛 因为他就是一个 说实在就是痞子 然后他是无所思 他就妈妈死了 他也不知道他都该哭 然后结果于是每个 每个来法庭上作证的人 都是说他是个残忍的人 他妈妈死他完全没掉眼泪 然后竟然隔天就去 就去追一个女朋友去海里游泳 然后接着去做案 然后就讲了就好像这个人 根本完全无伤对他没有关系 所以他是一个残暴的人 然后就审判这个人的道德 然后于是他就得到了一个死刑 然后我认为他这个书 就是在铺成这个死刑的荒谬 而在这个后面 在等待死刑的过程 就去提到那个所谓 这个主角看到他以前父亲 去看死刑偶吐的过程 然后刚刚吴老师很精彩的读出那一段 那个默缩才开始在思考说 为什么我当年都没有注重死刑 这个就好像我太太常常讲 我太太在当律师 她常常讲 每个人都觉得司法跟他无关 都觉得他是坏人的事情 那坏人在被审判 然后所以你就 你就于是就觉得 那个东东无关 永远不会到我身上 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 你不是只有刑事 还有民事还有行政 就是还有其他的案子或诉讼 你可能有一天 你就是会碰到司法 可是你从来都不关心司法 你都觉得他是坏人的 于是有一天 突然你自己也变成坏人的时候 你才开始希望司法给你正义的时候 可是你从来没有关心过那些司法 你却 所以你就才会 他那本书也是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我怎么从来没有去思索过死刑原来那么可怕 所以他不是说 如果我有机会出来的话 我一定要去观看每一个死刑 他在告诉你说那个死刑的可怕 而你从来没有关心他 就认为说那是理所当然 那在《死刀断楼台》这本书里面 卡绿在异乡人这本精彩的书里面 他在末端写这个东西 他在《死刀断楼台》的前面就写这个东西 那吴老师告诉我说 第一人也提了这一段 文业也提了 不是文业 还有一本 一共四本书提了那一段 那你说难道 当然这是 听说就是卡绿对他父亲唯一的印象 说实在一岁的小孩 怎么可能对他印象 因为也是他妈妈转述才对 然后他在这里面提了这句话 早在执行死刑之前 对死刑的等待就已经把这个人给摧毁了 我们其实把他处死了两次 其中第一次又比第二次更严重 那这一段话其实就在异乡人里面 在描述他等待死 执行死刑的过程中的那个介绍 那个才是更残忍的 第一次的死刑 我看 我其实两本后来就想办法去看 其实两本的 我不要评论 那个文字各有特色 这个比较适合大人看 那适合小孩看 我觉得啦 我认识是这样 这样也 瘟疫这本书 他特别安排了一个段落 我在想卡喵可能怕人家看不懂 他在讲凡事 所以他就干脆在一节里面 明明白白的就把那个塔鲁 其实塔鲁可能就是卡喵的化身 他就是在跟你直接描述那一段 说他本来是多么喜欢那个爸爸 然后他还故意先说 他的爸爸对那个铁道 就是说铁道大权 就非常研究非常深刻 就是那个检察官父亲 然后他就非常崇拜他父亲 就崇拜他父亲 对 铁度从哪里到哪里都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就先讲一个 就是好像一个 我觉得那个胡子人就是说 他就是 会去崇拜那个父亲 而且是一个 他也那么 人家不会管的那个 从哪里到哪里 他都知道的那样的书 他都非常清楚 然后再来说 那个父亲 因为想要标榜自己的工作 然后请这个孩子去法庭 看他 看他在一个死刑的审判里面的表现 然后 后来他就这样描述 他说 穿着红袍的父亲 已经是另一个 本来是一个在家里和善 结果他不在和善 也不在好性情 他在法庭里吐出了 这种长的浮夸的言词 就好像一条条无尽的毒舌 这一段我是踩刚刚 左边那本书的文字 下面我又踩 那个心版那本书 因为我觉得 上面这段文字 比较 我觉得更能够撼动 然后他听懂了 他父亲以社会之名 请求判那个人死刑 甚至请求将那个人斩首 他还说了 我父亲其实也不是用那样的话 两本书这里的翻译不一样 一个就是说 我父亲是用 请让那个人人头落地 然后那个 左边刚刚比较旧的那个版本 他说请对这个人处以急刑 意思就是说 连检察官在法庭 要求让这个人判死刑 他都不敢用 那么恐怖的斩首的词 而是用一个比较文雅的词 请处以急刑 或者请让他人头落地 然后卡密欧很讽刺地说 其实这根本没有太大的差异 就是要他死 而他也达到目的 而且他 我为什么会认为说 每个翻译都说是法官 我觉得应该不是 是检察官 为什么 因为这个 他的父亲还要去奸行 也就是还要去执行死刑 还要去看 看那个死刑的执行 那我看过 巴登代的那个传记的电影 看起来是检察官 法国是假官要去 而且好像还是 都是那个案子的假官 那台湾不是台湾 但是另外有一个执行的假官 通通集中在一个 同一个假官手里 一直执行到他不想执行 或者退休 然后才换一个人 全面曾经称那个 某一位女假官叫陈扎里 那他讲 罪犯的最后时刻 就是父亲会说 那个是罪犯的最后时刻 但是其实 那根本就应该称之为 最卑劣的谋杀时刻 请看下一页 那这段 这些话 这些 这些线索在哪里 在四手段头盘里面又出来了 他在描述说 那些筷子手有多么残忍 有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应征 想要当筷子手去执行死刑 然后他说 甚至说 新来的刑警手 已经迷上了断头台 他在家里会随时待上好几天 那时候断头台 我甚至把夜宿也飙出来了 帽子在头上 搭一穿在身上 一心等候部长的传唤 他去执行死刑 就是说 一个平常人 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残忍 然后接着他讲 在最平静也最亲切的脸孔 我孔打错字 可是刚好 孔背后 沉睡着虐待与杀人的本人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想到 那个瘟疫那本书 就是他和善的 最平静也最亲切的 父亲的脸孔背后 竟然沉睡着虐待与杀人的本人 他受不了他的 那个瘟疫里面的 那个愤亲塔如 他受不了他的父亲 原来是这样一个残忍的人 他是因为这样离家出走 就是说 他父亲天天早上 别论党偷偷来 早上很早起来 他就知道父亲 又要去执行一个死刑 然后他受不了 他终于在有一次附近去执行死刑的清晨 他再也不回家 他就离开了 你看他有多么痛恨死刑 他一个最喜欢的爸爸 结果他发现他爸爸出那么残忍的事情 他再也不想理这个爸爸 而他说他再从此以后 他看到那个铁道那本书的时候 以前是重办 但是他其实 接下来也是看到铁道那本书 他就是嘔吐 就是恶心 你可以看到说卡远在告诉你 他有多么厌恶死刑这件事情 不管你是多好人 只要你去沾死刑 支持死刑 去碰死刑 你就是变成一个妖魔鬼怪 这本书的宗旨 其实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 去戳那些支持死刑的人 李包生老师在本土法学 有一篇文章 其实跟卡远这本书很像 就是直接在跟你讲 你们这些人深沉心里的残忍 那这个东西如果说 是我们平常 我们这些凡夫俗来讲的话 一定会被骂死 可是他说就不一样 那他也引述这个自身 他说我们这种用行政程序进行的谋杀 我们竟然把这种东西叫做死刑 他就是谋杀 所以死刑的荒谬 我说除了荒谬 他就是荒谬 社会 这是李斯洛刚才里面讲的 因为社会从来都不会相信自己说了杀一句买功能 于是死刑每次都是偷偷执行的 对不对 台湾以前在清晨 后来在傍晚晚 甚至从来不会告诉你台湾的执行 然后你总是在晚间新闻突然才看到 而且都是吃饭的时候你看到那些新闻 那就是让人家惨了 不然不开新闻就早上看头聊报纸就看到 那你根本 死刑根本没有把贺阻 不知不觉陷入犯罪情境当中的人 他们又说了 你一个人早上在刮胡子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晚上可能会因为看到他的情人背叛 然后失手杀了他 这是在我审理的 我当了十几年 好像审理的将近有二十件 我没有细算过 杀人的案件里面有太多都是这样的案子 就都是一时气愤一时的情境 然后他失手 措手杀死的人 那你说他在杀人那个时刻会失手 因为有死刑 所以我的刀就停住了 不会 卡密文在说里面也是这样提的 那 当然你更阻止不了那些 本来就想要去碰下杀手的人 对不对 我一样审理过那样的案子 他根本就是只想跟女朋友同归于君 所以他非常残忍的杀死他的女朋友 然后于是他自己要自杀 他也割完了 但是他就是没死掉 所以接下来就被抓来审判 在法庭上每次都要求我死刑 那个被害人的家属就是死者的爸妈妈 法庭上这样追打他 那我不该让他在法庭上追打 法警司在保护不利 他就被这样打 他也这样让他打 他就只想也一心求死 这样的人你死刑 当初你告诉他有死刑 他就不会去杀他女朋友 没有意义 那样的死刑根本没有办法喝止他 他也只想同归于君而已 所以我们说死刑可以阻止谋杀 卡密文直接说 这真是一条奇怪的法律 他只管自己造成的谋杀 却永远不知道他到底阻止了哪一件谋杀 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验证 哪一个人因为有死刑 然后他突然本来想杀了 他就决定不动手了 没有 你根本没有办法验证 而死刑从本质上就是一种报复 这种以牙还牙 只是直觉 它不是律法 制定律法 今天我们人类社会要制定法律 他就是为了纠正这种天性 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 我想到许中立大法官在四字六六五号解释的协同意见书 算协同意见书里面所写到的就是在强调请法官遵守无罪推定原则的时候 他自己说他也不否认当他坐在那个法庭法台上的时候 他的心理不会申请对眼前这个罪犯 碰恨厌恶恶的想法 假如说你就想像如果陈金星庄前面要给你审判的时候 但无罪推定原则 就是这样违反人类天性的假设 而这样高贵的原则 就是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 我们的人性不应该走到那边 我们就是要坚守那个律法 这才是律法 这不是直觉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证明 所以唯一就反抗他 所以卡姆这本书就直接去反抗死刑 然后他直接点名支持死刑者心里深处那些惨暴 你看他描述那个筷子的时候 总每一个人抢着要执行那个死刑 他说那个想要报名执行死刑的人 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然后去讲那些死刑者多么的残酷 然后再去说死刑执行的预告跟领域的过程 就国家执行死刑一定是把他抓起来以后 然后把他接近了一阵子 然后一定不会马上执行 一定会关一阵子 所以他说你要等待 知道明明死期了 而且在等待的过程中 那才是最痛苦的 而且还要五花大堂上刑场 然后知道下一秒可能会被执行 所以他说 请问有哪一个罪犯 曾经迫使被害人陷入如此绝望的境况 就罪犯在杀人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这样杀人 国家可以这样杀人 理论上 他说理论上 接下来他告诉这些 所有社会上吃死死刑的人 你这些人都说你代表被害人 有一个宅宅宅神 我实在不喜欢叫他宅神 他最喜欢讲他代表被害人 可是卡密尔直接说 你真的能够说清 你自己是清凡无辜的吗 社会严惩这些罪案的时候 社会本身没有责任吗 然后他花了很大篇谷说 法国在那个时候 用一大堆的预算 通通去买酒 去酿酒 然后通通不去盖集合室住宅 然后让贫穷人根本没有得住 我又想起台湾了 台湾现在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花了一大堆钱要去弄 我不知道要弄什么 弄正所税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完全不管那些穷人的生活 然后你说 那个劳工加了五块钱 每一天加五块钱 会导致多少亿 然后那些资本家就会垮台 就完全把这些东西 通通剥夺穷人的生活的时候 请问他不犯罪 他能怎么办 他在逼不绝境的时候 不就是这样 那你国家没有责任吗 那你这些所谓声称代表被害人的社会 你没有责任吗 你曾经这样起来反抗过国家吗 跟他说他不能这样做吗 更不要讲 他没有提到一个 无可挽救的司法误判下语 他说人家比利时 再有一次误 发现一次误判 就不再至今死刑了 这一段话 大家看看他有没有熟悉 他说一旦无辜者冤死 就再也没有什么能补偿他了 如果还有人能为他申冤的话 充其量也只能恢复他的名誉 而我们也只好还他一个清白 但是他本来就是清白 而他所当初承受的迫害 恐怖与死亡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如今我们能够替未来的无辜者去设想 因为那个无辜者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要再让他们 其他的可能的无辜者 在这种酷刑的磨难 在比利时已经这样做了 他说但是在我们的国家 大家看上去却 没有一点良心不安 下一位 谁 这不是在讲台湾吗 明明江国庆的事情已经发生两年 到底国家做过了什么 我不用再讲江国庆的故事了 下一位 这是学员们好像提到一个中央说 如果没有死刑 江国庆应该可以回家过年 我每次讲的地方我都可以 很感触 我们有一个内部论人叫法国论坛 我当年曾经在法国论坛 我每一年告诉自己 每一年去法国论坛写一个感想 那一年 那一年我一样除夕前 我就写了一个这样的话 就是大家记得 马英格总统是在除夕前一天 去跟江妈妈道歉 然后完了以后 接下来大家过了一个快乐年 于是大家就忘记江国庆的事情 我觉得他正会选择 可是你想看看 如果没有死刑 江国庆本来可以回家了 那再 你 来一下 这是那一次 我们那几天 土气前一直看新闻的时候 我太太有天半夜就把我叫醒 他说 他突然想起这句话 十天生子两妈妈 他说他没有办法再睡下去 然后他起来查这句话 他忘记是哪一个事 后来他查出来是苏氏的江城子 苏氏一王气的作品 我是很想念他的变化 十天生子两妈妈 不思量自然望 千里孤焚 无处化其量 纵使相逢 亦不是尘满面 必如霜 夜来幽梦呼唤 向小宣庄 正书道 香不无言 唯有泪千寒 料得年年长断 出名月夜 短送干 我太太修得了 他说 在江国庆枪决后的几年 江爸爸对江国庆的思念 以及在过年前 才突然被社会 重回到社会关注的江妈妈 他们对江国庆的思念 应该也是这样 于是我在法官大台提醒所有的法官们 江国庆用他的生命提醒我们 司法是可能误判的 我们还应该继续坚持死刑吗 你面对那么样残酷 而且无可逆转的死刑 我们真的有把握吗 有把握做判断吗 下一页 所以请大家记得江国庆 这是他爸爸当时写下来 他要报仇的 那他爸爸真的就会去 自己亲手杀了这些人吗 我不知道 好 下一页 所以我说 我们都说依法审判 荒谬 荒谬的依法审判 这下一页 荒谬的依法之行 这是江国庆要去拉上刑场时候的相片 任何人看到这个相片都会说 这该死人 你看就是做犯下那种奸杀比同 那么可恶的人 当年的时候 当年就把这样的相片展示给大家看 然后说你看这个人真是活蛋 就该是哪 据打据老师搞这种 那你现在再来看 你觉得江国庆心你在想什么呢 下一页 然后于是我们总统就只会做这件事情 我去道歉 然后就说政府错了 我杀错江国庆15年 下一页 然后开始他就骂 道歉可以吗 只有道歉吗 他说好吧那我们来赔偿 那开始算出数额说一亿元 我最近才知道原来江妈妈根本没有拿到这一亿元 这不是在欺验我们全民吗 再下一页 好赔了一亿元 然后大家说那这些人不用赔吗 于是他们就开始说 好那这些人先寄过寄过申见 请问寄过跟申见到底对他们有个 有个什么用呢 他早就通通都已经退伍了 他再拿你拿八百只寄过 他也不会怎样也不痛不痒啊 再下一页 然后大家开始骂他说那我求偿好了 国王部去求偿 去法庭观察人跟我讲说 从来没有见过名字 所以我那么不认真的原告 就国王部在告他们说 请他们赔这些钱 结果国王部就完全随便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反正我只要起诉了 然后你们自己看的办 然后就好像一点都不想要要这个钱 只是要回应社会的动作而已 这都是荒谬 这不全都在卡谬讲的荒谬里面吗 所以我们人民要求政府就着 这是最近我认为很有名的画面 我太太跟我儿子 两个儿子在里面 右上方的一个最小睡小的点 其实在我眼里一直是最明显的 有没有 有一个最小就小的儿子 不是啦 那个第二行的第三个 好小好小 就凹下去 因为他只有五岁 他就在那边 他旁边是他妈妈 站着下一页 可是当我们大家在 这次我起太晚没有去 没有带他们去 那这边在墨安 但政府在那一头 这哪里大家知道吗 政府在那一头庆祝国庆 这边在纪念江国庆日 那边在庆祝 我不知道哪一国的国庆日 下一页 那卡谬在写一箱 或者说写四五段子才1957年写的 从一校的一九四几年开始写 大家看台湾以前是怎么样 同样的年代里面 这个要谢谢现在转播的东吴兄下一页 我从他的脸书上扣来了几个图 就在刚刚那本书里面 我一直还没有机会去买那个书 大家看那个大大的批起来说 康正判死刑可业 这是军法官的判决书 他说我准备判他十五年 那边左边框起来 然后下面印章框 红色的印章 大家看得出是谁吗 好 我再看下一页 他说这些人应该发回复审 这已经要判多少了 判十三年他说发回复审 他就是准备说叫你法官 你给我判死刑上来再给我吧 再下一页 看出那个章是谁了吗 他直接说 这个人担任匪探 判处死刑可以 本来法官只要判多少 十年 再下一页 你章看不出来 这个我总看得懂 他这个时候我觉得 他可能找不到章 他那时候一直活到这些用写的 阴急枪决可以 还不讲判处死刑可以 这谁 宗正 要不然他上一页 上一页那个章 蒋宗正 我要告诉大家 这就是死刑的荒谬 这些法官没有要判这些人死刑 可是只要公文到了蒋宗正那边 请问法官批什么要把 军法官批什么要把公文给他批 而且只要他批枪 阴急枪决可以 然后这个 这块颜图大概拿回去就马上改人死刑了 而且我相信可能几天马上就拿去枪决 这是多么荒谬的审判 多么荒谬的年代 再下一页 为什么 因为台湾有 台湾一百年历史有三分之一 这是快四分之一都在戒严 只要你一戒严 所有的三权通通归他一个人官 最高指令官 蒋宗正 他这样子搞死刑 好 那你说解研后我们就比较好了吗 这是解研以后的死刑统计的数字 这个图不太清楚 那请你帮我比那个19 1994年跟1995年 1994年跟1995年 这两年合起来有30个 93年的尾巴跟96年的尾巴 这一共两年多 谁在当保护部长 我们的总统 也就是说我们的总统 他也批了可能也有40个死刑 去执行的 所以不要跟我说 他手里救了苏千尔三个人 那请问这些批的死刑 就真的都没有事吗 都真的都是真的吗 这合起来有多少 这看起来都是一些一些的数字 很可怕的是 在刚结的 你看那个1998年1994 69跟78 这个批死刑的人 就是教我刑法的那个人 保护部长吕又文 他是多么 看起来多么千千君子的人 我想到说他上完我的课 然后回去桌上 可能批了五个死刑 我也开始想要我吐了 这合起来有多少数字 知道吗 我今天在办公室 把计算机压了压 我开始在想 我到底在算什么东西啊 四百九十八个 还差两个就五百 这几年 这也不过检业完才几年 我们杀了五百个人 太大的屠杀也不过是如此吧 再下一个 可是我们的大法官怎么面对呢 上面的一百九 这是现在的台湾 唯一的三个 等于说宪法台湾的判决 就是相当法国的最高 法国的宪法委员会 相当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 他们大法官做出的解释 为什么我们可以杀掉五百个人 因为我们什么罪都实行 四十一九十四在戒严时期 那个人就是因为贩毒被判实行 而且那时候的法律是唯一实行 于是他去申请视线 但是没有 大法官说 这个戒严时期你还有什么好讲 当然大法官不是这么意思 当然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 他不会这样想 然后四十二六三号解释 这是一个让人更难过的一个解释 对不对 这是全台湾最厉害的律师去申请的 一样鲁人勒索 唯一实行 没有失票 没有失票 马小兵 那那个大法官说 唯一实行何限 因为一九四我这样讲 二六三我也给这样讲 好了 476号解释 终于把贩毒改成实行 还是只有这两个行可以选 他还是说何限 台湾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实行 就是因为台湾有一个 很莫名其妙的惩治道理条例 它的第二条 一共有一到九款 都是实实实实实 抢奸死 抢夺死 抢盗死 鲁人勒索死 不用失票也是死 刑法里面的 鲁人勒索失票 还不一定是死 刑法里面的 鲁人勒索失票 是死刑或无计徒刑 当年 现在还十年以上 当时的程道理条例是 只要鲁人勒索就死 请问 如果你鲁人勒索 你要失票 不要失票 这就是卡米歐讲的 你把犯罪禁的极端的严苛 不但不能制裁犯罪 法官会鼓励犯罪 我干脆把人杀了 因为死跟不死 失票不失票 都是死刑 我干脆失票 因为我不把漏票 从证据的角度来讲 我留一个漏票 就是留一个 多一个人指证 我独人勒索 所以严酷的刑罚 其实只会促使犯罪更多 甚至反更严酷的罪 那卡米歐还提了一个 受死在我常常讲的话 但是他是这样讲 他说详细规定 哪些案子应该判死刑的 不是法律 而是法官 而是陪审团 而每一个陪审团 都是独一无二的 被处死的人 换了个地方 就是换了个法庭 就可能不会死 我常常讲一句话 不要告诉我法律 怎么规定 先告诉我法官是谁 因为不同法官 会操作出不同的结果 然后另外还有一句话 叫 他忘记我还把它写下来 是 抱歉 快点 对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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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还有一句话叫什么 抱歉 抱歉 不是 我常常讲那句话叫文言文 不要跟我说法律怎么规定 告诉我法官是谁 对不对 那也就是白话 我的民众就喜欢讲那句 法官是靠眼睛 我当法官的前五六年 我不相信打官是靠眼睛这句话 我一直认为说每一个法官 看到的都是每一个法律 应该会得出一样的结论 我真的前进 也是这样忠心认为的 但是随着我的审判知识经验 跟我接触的前辈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恐怖恐惧 我开始觉得好可怕 我开始 这样的案子就光评议就知道了 三个法官的一件都会不一样 一个抢到抢到超伤十几件的案子 我们合一庭三个成员 抢到超伤十几件拿刀 每一件都是判七年 合起来就讲十次 好像叫十二次还是十三次 十次是不是七十年 他没有七十年这个心吧 最终就是三十年 果然有一个合一体的成员 就说他要判二十五年 他每一次抢到超伤 其实他都抢包烟而已 他就只想抢包烟 或者还顺便拿两条口香糖 那我们法律这么重 然后刚出来的法官 寿命法官 他说七年 最少是七年 七成以此反而是七十 但我们有一个定制行刑的规定 他说我觉得大概十年可能 十年跟二十五年 果然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成员在中间 就我啦 我那时候觉得就大概十二年 到十三年 我假官乐狠 他直接求三十年 他说七十年没三十年 你够少啦 你应该这样思考吗 我说那七成跟三十年 也是少四十年 七成跟十年 也不过也是少六十年 有差吗 就说 我要提的是说 真的是打官司抗应器 就是民众的白话文 真的是 我其实蛮相信这句话 再来 下一句 好 最有权力的大法官 不愿意碰死刑 最有权力的总统 就我一直认为 可以不用比民意的 就是这两个人 就是这两个机构 就先麻烦跟总统 你既然写出来 你就可以去做 你要该做的事情 我每次都会想起巴南的 想起巴国的总统 我们的总统不愿意特色 两公约明明就说 只要被判死刑的人 都要求特色的权利 卡密尔在书里面 特别花了两个注去说明 法国的总统是怎样 他说我可以作证 在法国会慎重进行 对特色请求的审查 只要是在法律 跟封出许可办法内 总是希望可以给你特色 这是卡密尔亲身证理 因为他在注35说明 他写了冯信 就像吴老师 他们刚才提的 卡密尔多有影响力 一个好像是 我忘了 六个杀的人的 卡密尔帮他们请总统 考虑可不可以特色 结果他们跟他说 他们会慎重考虑 结果隔几天就处死了三个 另外三个被降为有限属性 也就是说至少死一半 卡密尔还很讽刺的说 什么标准 你特色了三个 另外三个不特色 可见完全没有标准 可是至少他特色 可是我们的总统呢 这棉码早就有这个条文 说总统可以命习这件 另转 主板部 就是法务部 你要不要演你这个职权 请注意 这个根本是讲 我今天就职 100周年还是多周年 我要定一个减刑条例 那是普遍去实用的 而 死刑案的请求 好像从来没有一件 被研究出来 没有 一件都没有 我们从44的死刑案 到现在61个死刑案 我们的总统 从来不考虑这点 他只会讲一句话 我尊重司法 如果你尊重司法的话 那我们不要再说 让法务部长执行 或者 就是直接法官自己 自己判自己执行 不就得了吗 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 如果说 今天法官自己判人家死刑 自己要去执行的话 他大概就违反 他大概就违反 所以我才一直跟徐老师说 那个应该是假官 就是那个故事里面 如果是法官的话 就违反了我的想法 好 请再下一页 抱歉 那卡梅 快完了 卡梅说 人的存在的价值 卡梅一直强调 人存在的价值 其实就是生命权 他讲的这句话 在书里面 即使对一个人 施加死刑 就等于是公开的表明 社会跟国家 都不是绝对的价值标准 宣告他们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制定一个终极的刑法 那个案是我家的 就是立法权没有权利 或者是制造 无可挽回的后果 施法权也没有这个权利 执行的行政权 更没有这个权利 卡梅这个事情 我看到一句话 我想到我申请 那个流氓的视线 就是国家根本没有权利 去定一个法律 然后对哪一些人 标上一个标签说 你叫流氓 你不是流氓 国家凭什么评断人的道德 你只能就是 处罢人的行为 那国家又凭什么 可以做一个 所谓的绝对的价值标准 没有一个人会是圣人 下一页 所以卡梅 卡梅这本书 就是请我们反省 法国的社会 也就是台湾社会 这种粗暴嗜血的文化 卡梅这本书 就是要告诉我们 知识死刑 就是不尊重人的神秘权 知识死刑 就是会养成一个 粗暴嗜血的社会文化 知识死刑 就是会 就是容许国家 制造绝对正义的完人 就你从来就没有把握 你一定不会犯错 然后知识死刑 是将法官当作神 跟赋予神的权利 那刚才 其实刚刚吴老师提到的 如果在讲那个 就是三个 是能不能去碰的 那是神的 还没有在书里面 其实我很想读那一段话 就算我这样暂时 我认为这个 这段 大概是吴老师讲 我才知道 这可能是受了雨果影响 我下次一段早就去念 你读雨果那个书 他说 极刑在几个世纪以来 始终是一个宗教性的刑法 在那个 六十八一 他在实行 使用 我不要讲这一段 他说 你看 宗教在让人家死的时候 它是尘世的生命 反间的生命 已经被夺走了 但补偿的机会却留下 因为他有灵魂还要结束审判 真正的审判并会宣布 因为那将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因此只有宗教的价值观 尤其是对永恒生命的信念 就是宗教就认为死还在 还在活 就灵魂还在 对不对 才能当作建立极刑的基础 因为依照他们自己的问题 这种刑法在宗教价值观看来 不是罪终确定 且无可挽回的 正因为极刑并不是罪终的审判 他才具有正当心 在宗教才具有正当心 在人的社会 对不起 没有一个人之神 所以你把法官当神就不对了 再来 知识实行就是容许国家怠惑跟无人 我把这个人杀了 我就可以不要再管这个社会怎样 这个社会发现什么乱事 我帮你把他杀了 这是国家最无人的国家 最怠惑的做法 我根本不需要在监狱里面 去做所谓的教科 反正我杀了不是最快吗 知识实行 绝对不会是一个懂得反省的社会 我们只会想要粗暴的 铲除哪一个人 那个不是我们要的人 可以这样吗 这样好像没有 谢谢